那其實除了用format之外 其實另外有個像run的可以 run的然後刮鼓BMI放進來 到BMI這個方法也可以 OK也可以 只是說用來用去我覺得好像用format比較習慣 而且感覺用的怎麼講 就是機會好像也比較多一些些 當然你要知道run的也OK 另外的話底下 還有一個用什麼 用這個方法有沒有 百分比.2F 然後後面加一個百分比 把BMI放到這個裡面格式也可以 這個方法跟那個format是蠻像的 就有點像大瓜糊變成百分比 這個方法跟以前寫Java那個有點類似 可是我看一下官方的說法 說下面這個方法將來即將慢慢的被棄用 意思是說他比較推薦用format的方法來取代下面的方法 所以你如果看那個坊間的書籍 我看蠻多坊間的書籍還用下面的方法 在撰寫程式 當然也沒有錯 只是說呢 就我來看好像上面那個方法會是未來的主流啦 所以有時候程式大概我們還是學那主流的寫法會比較OK一些些 未來可能也不需要說還要再去修改 或者的話會不會未來將來那個新的版本 可能就下面那個方法就不能work了 也有可能 因為他會慢慢去程式可能有些寫法慢慢會更新 好 大概知道一下就OK了 那再來第三個問題就是 當然這第三個問題有點吹毛求疵啦 其實不做也沒關係 為什麼 因為其實這樣寫出來好像已經符合我們要的有沒有 就是BMI有沒有前後有雙引號 然後後面已經小碎點第二位 並且有評語評語標準 OK類似這樣這樣 但是吼 假如說我希望更好 有沒有辦法做到 那這地方的話就主要是吧 這邊有評語冒號 評語冒號 這些都重複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可以不要讓這些三個字重複出現 有沒有什麼方式可以做到 這個地方 當然這個地方比較龜毛一點 因為之前有同學問到說 老師這一次重複看起來有點不舒服 不過我剛開始就跟他講 沒關係好像可以啦 因為畢竟你們剛學嘛 如果你剛開始就這麼吹毛求疵 老師我跟你講陳詩永遠寫不完 因為你一直看到陳詩還有問題 還有問題一直改 因為改不完OK 好那陳詩撰寫有趣的地方就在這裡 不過最痛苦的地方也在這裡 感覺好像永遠都沒有寫完了一天 好那怎麼做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你可以怎麼做 乾脆把這個評語冒號放在哪裡 放在這裡 放在這裡 有沒有把這些都刪掉 第一個喔 但問題來了 你把它放在這裡的話有一個問題 本來我有換行 但是怎麼樣 放在這裡喔 它就不換行 它就變成全部串一起 所以你會發現喔 這邊執行一下 假設我假設把它放在哪裡 這個後面的話 那它就會怎麼樣 變成呢 欸它變這樣子 欸 BMI有沒有冒號 然後呢 欸 這邊呢 就變成評語冒號 換到下一行標準 欸那不對了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應該是 在評語的前面怎麼樣 換行 欸那怎麼讓它強制換行 特別是要一個字串裡面 你要讓它換行的話 就Enter啦 就是用我之前講的啦 有沒有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印象 就是我們上個禮拜 特別提到的 在基本語法的哪裡呢 拖曳字元這邊 等於是第二頁的地方 有沒有看到換行 換行兩個字 換行 就是什麼 反斜線N 所以喔 以後如果你要換行的話 請記得喔 你就在你要換行的前面 加上 反斜線N 就表示說 我要在那邊換行 的意思 OK應該可以懂那一邏輯吧 再來我們執行一下 執行一下的話 理論上應該就會換行 不過問題好像 還沒完成 我看一下175 Enter 有沒有 BMI 冒號 有啦 然後平餘換行了 但問題呢 這邊怎麼又多一個換行 變成它應該要接到什麼 接到這個 標準應該接到這個後面 它變成這邊換行 為什麼呢 特別注意喔 最後一個原因 這個過的話 這一題就OK 因為print本身有沒有 這個print 它一定會把資料輸出完之後 自動在後面幫你多加一個換行 所以變成怎麼樣 你這邊已經有換行了 然後呢 它到這邊又幫你換行了 所以如果你希望把那個print本身的那個換行輸出不要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多寫一個敘述 什麼敘述呢 請你在那個print的後刮壺前面這邊打個逗點 跟它講說呢 我在最後面那個換行不要 最後那個換行幫我清除掉 最後的話呢 語法叫end end end的話就最後 等於什麼呢 等於雙引號 兩個 意思 這個其實就清除的意思 意思就是說 幫我把那個你最後那個換行 要輸出的 幫我變成沒有東西 意思是最後那個換行就不要了 OK 好 理論上這樣應該就符合我們要的結果 把它執行一下 這邊的話65 也許再輸一次 175 Enter 這樣的話就大功告成 所以我大概第三個問題是什麼 本來一堆平語對不對 那我不要讓它重複出現 最後也要跟這邊長得一樣的話 一 我先把其中一個放到這個後面來 二 這邊加個換行 三 讓多出來的換行移除掉 OK 所以可能會需要有三個動作 一 二 三 這樣子就可以符合我們要的結果 OK 那請各位試一下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然後 那也就是說 在formax裡面 那一串你可以全部都串 串很多沒關係 反正只要大瓜壺位置 它就是實際上就把大瓜壺找到 然後幫你把那個變數丟到大瓜壺裡面 那大瓜壺裡面如果有那個公式的話 它就按照那個公式去幫你格式化你那個變數裡面變成你要的那個格式 OK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這個BMI部分就完成了 OK 這一題大概就到這邊打住 那再來的話 後面我們就可能也許慢慢就再來看那個證照考試的第一類跟第二類了 所以第一類第三類是回圈 回圈我們還沒講 所以也許我們後面慢慢就再來看有關這個證照考試的題目 好嗎 好嗎 好嗎